2022年全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陆续发布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实现了年度调控目标 从2022年全年平均看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.0% 从12月当月看 CPI同比上涨1.8% 涨幅比上月略有扩大 2022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着力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和大宗商品价格调控 促进粮食文产增产 持续加强能源产工储销体系建设 保持能源价格总体稳定 2022年我国物价平稳运行 CPI全年上涨2% 而国际通胀高期 美欧CPI上涨8%左右 创几十年来新高 国际账国内稳对比十分鲜明 分析显示 2023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高位波动 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但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具有坚实基础 目前国内生猪产能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 基础能源保障有力 保供稳价体系更加健全 全国物价有望继续保持总体稳定